这个女孩有点可怕 凡是跟她亲近的人 无一例外 统统发生意外 在路上走着 突然被告示牌砸死 在人行套走着 突然被车撞死 就连交通标志 也被诡异的力量生生折断 砸向离她最近的人 同学们议论纷纷 都说她被不知名的怪物诅咒了 但唯独一个人 没有受到诅咒的影响 那就是女孩的知心好友 小鹰 看着曾经的朋友们 都若有若无地排挤她 女孩心里难过极了 突然她面前出现了一只猫 直接将她扑下天台 小鹰居然在空中救下了她 她还和班上的男同学悟空打了起来 左勾拳右勾拳 拳拳倒肉 两人你来我往 打得是不相上下 随着时间流逝 女生的体力逐渐不支 被悟空一把抓住 扔向墙壁 一次次跌倒 一次次爬起 她身上的污渍越来越多 小鹰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双手成爪状 变成了一只半人半鸟的怪物 直接将女孩抓走 眼看一切将成定局 悟空直接切断灯柱 踢向小鹰 女孩得救了 但悟空被抓走了 女孩恐惧地跑回家 迅速上楼 繁锁房门 蹲在床边瑟瑟发抖 大欲如注 凌晨的夜晚电闪雷鸣 突然窗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原来是悟空 她告诉女孩 小鹰是一种天性残忍的妖怪 这种妖怪会慢慢接近猎物 博取信任后 在猎物面前显出真身 亲眼看着猎物 充满怀希望 一点点陷入绝望 再活生生吃掉猎物 这种妖怪 会为了达到目的 在猎物身边潜伏数十年 直到获得猎物的全部信任 窗外的雷电疯狂地闪 悟空的脸 在某一瞬间显得尤为恐怖 她捡起地上的礼物盒子和贺卡 谢谢 我都忘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女孩心里一紧 悟空的生日明明是明天 难道这个人不是悟空 听着耳边的催促 她紧张地拿起悟空 曾经送给她的玩具熊 谎称 这是自己妈妈的遗物 悟空居然没有表现出一丝怀疑 女孩缓缓向后退了一步 拿起高尔夫球杆 猛砸向悟空 悟空的头居然旋转了180度 嘴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鸟叫 直接震碎了别墅的所有灯火 女孩逃到二楼往下一看 保镖们躺在雨里生死不知 悟空的脚步越来越近 在空荡荡的别墅里 显得尤为诡异 女孩锁上门 缓缓滑坐在地上 锁把开始晃动 悟空的上身 直接破开房门钻了进来 女孩立刻打开打火机和杀虫剂 顿时火焰冲天 悟空在火焰中发出悲鸣 随着火焰消失 房门上残留着一团烟渍 四周惊得可怕 下一秒 悟空残破的半张脸 梦得拉近 他仗着黑痴 笼罩女孩 原来他是小鹰 为什么和自己相伴多年的好友 是一个杀人的妖怪 女孩想不明白 眼看小鹰越靠越近 女孩害到了极点 突然 墙体被冻穿了一个大洞 悟空一拳击倒了小鹰 一个跳跃 将女孩包上天台 但女孩拿起杀虫剂 喷了悟空一脸 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悟空冲下地面 一脚踹飞小鹰 他从尘土中爬起来 嘴里念叨着所有接近女孩的人 都要死 紧接着 身体发出强烈的能量波 变成了一个白发鸟怪 他嘶吼着张开满嘴獠牙 一回翅膀 就射出了 树道干针般的鸟羽 眨眼 就直接踩在了悟空身上 照这样下去 悟空必败无疑 索性不再压抑自己的实力 招出金箍棒 一棍劈倒鸟怪 妖怪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趁机取走鸟怪的活子 房屋开始坍塌 女孩还在原地 悟空的变身时间 也开始C地 眼看悟空就要支撑不住 小鹰冲下废墟 挡在两人身前 他皱着眉 嘱咐悟空保护好女孩 女孩这时才想起来 自己刚失去妈妈的时候 窗边落下过一片黑色羽毛 那天过后 小鹰就出现了 小鹰用友情 补足了自己缺失的母爱 看着墙体压过小鹰的身体 女孩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难过 悟空告诉她 小鹰是只鬼车鸟 这种妖怪 喜欢照顾人类小孩 有很强的占有欲 一旦失控 会杀死接近孩子的人 悟空忽然觉得脑袋剧痛 一只胡蝶 从她手背上飞了出来 再次醒来 她已经恢复真身 出现在了一个 充满迷雾的陌生城市 寒醒女孩后 两人直直地朝前走 一直走了两条街 才看见活人 对方一扭头 居然是一个畸形五脸男 冲上来就要咬悟空 女孩拎着钢管 砸向五脸男 悟空夺过钢管补刀 但周围出现了 更多五脸怪 他们甩开五脸怪 躲进超市 里面有几个幸存者 还有不少枪吃弹药 窗外 迷雾戒农 五脸怪们四处游荡 女孩依然认出 这群怪物里 有一个是自己 去世多年的妈妈 她立刻 站在玻璃门前拼命地喊 妈妈 怪物们继续游荡 女孩透过玻璃 看到五脸怪们 抓住了两个幸存者 她的妈妈走上线 将两个幸存者 变成了五脸怪 幸存者说 她妈妈就是母体 一个男人不小心 撞上了铁柜 柜子轰隆一声 倒了下去 窗外的五脸怪 迅速冲进超市 女孩的妈妈 化作一团光 直接扼住 两个幸存者的头 无数子弹射向母体 可惜没有任何效果 母体突然穿梭 出现在女孩面前 一把扼住她的喉咙 悟空想要制止 也被一把扼住 女孩的身体越来越浅 母体身上突然 弹出一只蝴蝶 飞向女孩 紧接着母体 像是皱了重创 手掌灼烧腾起 一片蒸气 等她再次冲上前 一道屏障 挡在了女孩的身前 眨眼 屏障就变成笼子 将母体困了起来 笼子越缩越小 母体召唤门外的 五脸怪们攻击超市 这样下去 早晚要死 幸存者将刀递给女孩 只有她的攻击 对母体有效 可女孩根本无法 对自己妈妈下手 幸存者一把拉起女孩 拿枪威胁她 就在这时 母体双眼瞪圆 发出一声巨吼 超市的门 应声而倒 五脸怪买冲进来 不要命地攻击笼子 悟空抱着女孩就跑 母体破开笼子 直奔女孩而来 眼看母体越来越近 女孩主动赢了上去 母体抓住女孩的瞬间 蝴蝶挡在了她面前 一个模糊的身影 幻化出半个笼子 那个身影温柔又强大 在女孩身侧 打开了一扇 通往真实世界的门 女孩带着幸存者们 回到现实 成功获救 母爱是伟大的 即便她失去理智 成了一只只懂杀戮的怪物 也没能忘记 保护自己最爱的人 你觉得鬼车鸟的行为 更偏向温情还是恐怖呢 留言告诉小爱吧